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面前这颗真奇蝴蝶蓝 它的名字呢 我估计应该不是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我选到这一颗的时候呢 它没有名签 那我问老板呢 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名签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名字是不是它的 在这里呢 要谢谢一位网友 他跟我爆料说 那里有真奇蝴蝶蓝 然后呢 这段时间好多都是双猪的 我这个也是双猪的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然后这个花花呢 也很漂亮 它的直径呢 有五厘米 在真奇蝴蝶蓝当中来说 它不算小的 这一颗 我不知道它是两颗粘体的呢 还是两个过体 现在呢 想把它打开来 一来呢 是想把它们分开 二来呢 我觉得它的直径不怎么样 然后它的根呢 都是很漂亮的 蛮多 很壮的 这样子看上去呢 但是黑色的节点呢 是比较少 现在呢 要帮它拖盆出来 然后呢 它呢 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拖盆呢 还是那句话 要小心一点 好紧啊 不要弄断它的根咯 尽量的咯 非常紧 又怕捏断它的根 那我用剪刀把它剪掉 好 我把这个外背跟它剪掉了 因为它这个很 很硬的那个根 一打砸在那个位置 然后呢 这些水它也很 也很实 被它的根包都很实 就慢慢拆吧 那为了不耽搁大家时间呢 借给大家时间呢 借给大家时间呢 我们先暂停一下 只是拆水苔 哦 超级难拆啊 这个 它这个呢 它被那个根包在里面 就算那些小孔里面 掏也很难掏 用了一个尖尖的东西 这里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弄 现在呢 把多的拆出来了 把里面的东西 掏了一些出来 现在我准备去冲水 把它冲出来 真的是包得很紧 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根 它的根包得这么紧 我不知道等一下 怎么来把它们两个分开 先冲水哈 我刚刚呢 是把它们给冲下来的里面的水泰 冲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尖尖的叶子 在里面慢慢的浅出来 但是呢 我现在要把它们两个分开来呢 比较难 难度在哪里呢 它们两个其实不是 连在一起的是两个个体 因为它们的根呢 都包得很紧 互相的缠绕在一起 互相的这样子站在一起 所以呢 很怕弄断根很难拆 它们两个不是连体 是两个个体 我想把它们分开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原本这个蒸汽蝴蝶兰的叶子 与叶子之间就比较密集 然后呢 它两个在一起的话 它里面的花根呢 怕长不出来 所以现在我再试试吧 哇 超级超级难拆啊 它在里面呢 那些根呢 都缠在一起 并且它们还长得粘在一起 要把它们呢 慢慢的弄松了 然后再弄得出来 嗯 蝴蝶兰呢 它属于肉质根 肉质根吸饱水以后呢 它就特别的脆 很容易断 虽然我是跟它冲了水 但是没把它们冲散 因为它们是 哎呀 站得太紧了 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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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了好久啊 你看 它们还这样子 纵横交错的 这里钻过去 那里又钻出来 再从那边又钻进去 再钻出来 我的天啊 整了很久啊 哎 它们两个是分开的过体 不是连在一起 只是根连在一起啊 哦 这个地方的根呢 就一般般 简单的修一下 就 就让它亮着 我现在来修剪一下 是把它们分开来了 然后呢 给它修剪了 那一点点根不多 啊 就这么一点点 那个根的尾部 相比之下 这两个根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它上面占了很多水苔 哎呀 我也不强求了 下面这片叶子这么小 我就把它弄掉吧 这片叶子还行 让它呆住 这个地方还有五片叶子 这个呢 就 这个呢 其实弱一点 就只有四片 四片叶子 呃 中间这个位置呢 有一点点叶子 钻出来 这里呢 有一个花芽 我就怕这花芽出不来嘛 然后两个在一起 这颗根呢 是硬的 其实这个根很差 它从这个位置呢 就是 黑掉了 如果它的根好的话 我会把下面 我会把这条剪掉 但是这一剪 剪到下面一砸 下面就索身无几 那这一颗呢 这一颗呢 这一颗的根就弱一些 刚才呢 它们种很交错的在一起 我再慢慢的分开它们 飞了很大的劲 整了很久 才把它们分开来 同时呢 可能也伤到它的根皮 那我先 就让它们 挪根 就先拌水培 这个时候呢 我会跟它 清洁它的叶面 然后把根 跟它喷一点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 用一点这个 万能护理叶的原液 万能护理叶呢 其实就是 蒜子辣椒水 然后呢 把它这个叶子上面 跟它清洁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 可以跟它消炎 杀菌 预防虫子 之类的 两颗都这样子清洁 完了以后 跟上我也会跟它喷一些 这边照样的也是 小心一点 不要弄断叶子 也不要弄断它的花梗 很久才长一个花梗出来 这种蒸起蝴蝶蝶呢 它有虚化性的 只能你不弄到它的花梗的话 它会继续虚化 但到一定的时候呢 它的花梗呢 就会 黄掉啊 老掉啊 那也是很正常的嘛 有的人 那花梗老掉 黄掉 就很担心 那可惜 肯定是很可惜的 它重新长长很久 对吧 但是它要 它要钓 新成代谢了 当它是 是吧 然后这一颗也是 那样子做的 酸子辣椒水 还有一个原液 原液呢 有的时候会有点呛哈 喷的时候呢 就小心一点 不要呛到了 呛到很难受 自己注意一点也就没事 是 这样子清洁 这里呢 有个花梗 小心 这个花梗 不要伤到了 这个地方有个花梗 然后这边也是 它的叶子 比较偏小 不知道它是 还没有 叶子还没有长大 我比较喜欢 这种小型的 不沾地方 有的蒸汽火点蓝的叶子 是很大 片很大片的 比我手长还大了 有的叶子 跟它擦拭了一遍以后呢 我就会 咳 有点呛啊 把它的筋部啊 根部啊 跟它喷一点这个 消毒 杀菌 这一颗也死 就不要喷到花花了 有的花花 能够承受 有的花花承受不了 筋部 根部 然后呢 让它自然的干 等它的根发白了 我就开始让它拌水培 在拌水培当中呢 我再来想想 我怎么样 种植它们 让它们这样子待着 好了 等它们两个的根发白了以后 我就把它放到这样的容器里面呢 就拿来进行拌水培 现在是拌水培有两三天了 我看到它们呢 非常的稳定 它们的根也没有说有出问题啊 什么的 所以呢 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提前进入全水培 我现在呢 是在 半水培 进入全水培的过渡的时期 里面流了一点点水 怎么样 用那个半水培到全水培 我之前有讲过 今天也就不多说 现在呢 我就准备了两个这样的容器 想把它们两个分别的 嗯 放在容器里面去 这个 大一点这一颗 带着花花的呢 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容器里面 然后这一颗 小一点的 跟别要散的 我就会把它放到那个容器里面去 好 现在把它们放在这两个容器里面去了 我会呢 跟它加一点点水进去 哎呦 杀掉了 过渡器 啊 加进去的水呢 大概就是这么一丁点 下面两条根可以接触到水 这个也是要跟它加一点 好 现在要帮这个加一点点 下面两条根可以接触到水就是了 是了 下面的根 它有点 接触到水有一点点 这是过渡器 好 之前讲过现在不多说 现在呢 就把它们两个呢 就拿来 慢慢的转成全水培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